打开首页的视图 再去设计一下这个产品里边的显示 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cards 它里面的东西就是一组卡片 卡片是界面上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 因为每一个产品项目的显示都像一个卡片 所以我们叫它卡片 里面我们包装一个view 每一个卡片上面都有一个card的类 这个组件我们可以去循环的显示 用一个wx4 循环的数据就是页面上的entities wxk可以设置一下k的名字 每个项目里面的唯一的指是我们的id这个属性 每一个产品项目都要显示一张图片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一个image组件 src是图片的地址 绑定一个itemimage 再把图片的mode设置成aspectfeel 让它可以保持比例填充显示 图片的下面是一些文字内容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content 这个类 这个是文字内容的一个大包装 它里面再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header 绑定一下item的header 这个标题我打算用点特别的样式 所以我们可以把subheader 也放在这个header的包装里面 一个view上面加上一个subheader 绑定输出的就是item的subheader 标题的下面是一个description 里面输出的就是item的description 也就是产品的描述 最后呢还有一个meta 它里面可以去显示一个item的meta下面的price 就是产品的价格 就是产品的处理 就是产品的处理